大家好,有话有反映自己养的金钱树呢 原本它底部的静感呢是比较粗壮比较光滑比较饱满的 但是养护一段时间之后啊发现啊 这个底部的静感呢出现一个皱缩干扁的现象 而有一种褶皱的一个现象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就是在于我们的水肥管理不到位 首先第一个水的问题 那么盆土不管是缺水还是长期浇水过多 都会影响到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 那么根系吸收不到足够的水分和养分的话呢 那么就会导致你的这个金钱树竟敢因为缺水而出现皱缩的现象 所以养护金钱树呢 大家要注意盆土不能够长期不浇水 也不能够过于频繁的浇水导致它烂根 这样的话都会影响它的生长 所以金钱树浇水的话呢 大家最好就是按照一个干透浇透的浇水原则就可以了 也就是盆土干到大概一个七八分左右 我们再来给它浇透水 可能会有话有说 我明明浇水方式呢也是得当的 那么金钱树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静感重说呢 其实就是在于 你虽然浇水方式把握到位 但是环境通风不良 也会导致它出现闷根烂根的现象 所以这第一个水的管理不到位导致的 第二个呢就是肥了 那么金钱树如果盆土里面缺乏养分 那么这个静感呢 没有足够的养分来生长也会出现皱缩的现象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因为土壤里面的养分不足 我们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 给金钱树及时的更换一个新的盆土 然后增加盆土里面营养 或者是呢 我们可以后期来给金钱树补肥 补肥的话呢 大家可以用这种高甲的树销复合肥 它里面甲含量的相对偏高 是比较适合像金钱树这种有快筋的植物来生长的 因为金钱树它对甲的这个需求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用上这种肥的话是更为合适 然后大概每个月啊 给它在盆土里面耍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这样呢 盆土里面的营养足了 这个静感呢 会吸收到足够的养分 自然也就养得更加的粗壮了 所以呢 养金钱树的时候 大家只要把这个水的管理 还有肥的管理给它处理好了 那么金钱树的静感自然也就是更加的饱满 更加的粗壮了 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见